這兩袋東西很重 逐袋逐袋看 最近因為我參加了奧寧動力的 手作市集計劃 幫他們載布袋 今天就去拿了津貼 有錢可以去重慶大廈掃過 買了200元兼元的東西 很重 這裏是其中一間的 買了163.5元 另外還有些在另一間買的 這兩袋不是在重慶大廈買的 在金巴黎街買的 這就是印度的長米 它是比我們吃的泰國米長一點 而且它的澱粉質比較少 這樣煮起來是一粒一粒分開 很分明的 就像現在的面上這幅圖 看到了 因為它是澱粉質比較少 適合糖尿病的患者吃 這裏是一公斤 17元的這包 這包 又是一公斤重的 這包是豆 這包豆是22元 豆有很多顏色 有綠色 有紅色 這隻豆 好 還有米粉 泡了 它發了烤 一晚之後 磨了它變成米漿 可以蒸到一些糕點出來 吃下去的口感 就像我們的白糖糕一樣 但它是鹹的 讓我試一下成功了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做法 這一罐 這罐 是唇的蘇油 有個英文 這個不知道是英文還是印度文 Gi 但印度人讀Gi 它的尾音和我不同 是有少少不同 我只會Gi 但當我在印度店買蘇油的時候 他們幾個店員都在一起GiGi 當時那個環境是好笑的 就聽得出他們的尾音和我有點不同 因為那些印度店員 有些都不懂廣東話 那我是要用手機 找到Gi的英文 出來給他們看 然後他們在Gi 我又Gi 我Gi 他們又在Gi 我就不知道他們是否 因為覺得我的發音不準 想讀正確一點的發音給我看 總之當時就是很有趣 很有趣 這個是41元 只顧著說的趣味 忘記說 有些朋友做糕點 會把牛油再煮 蒸發水分去 我就不敢肯定 用這隻Gi 即是他們要做的無水牛油 或者是在餐廳業界叫做油青的油 41元 但如果你買牛油都不便宜 如果這隻真的無水牛油的 就不用煮餐膜 500ml 452克 用來煮菜 煮印度菜 這包就是芥末子 我在品味高素食學會 學做印度素食的時候 就有些飯或者其他菜 會用到芥末子 但是在素食學會用的那隻 就是黑色的 因為言語不通 我的英文是非常不可以的 他們拿到這個黃黃色的給我 那我就用黃黃色這個 這一包是多少錢呢 15元 15元 15元還是15元 為什麼價錢不同 算吧 言語不通 樣樣不通 這個 是不是讀Benson 是雞心豆粉 可以用來做薄餅 做Pancake 做很多糕點 在淘寶都有這些雞心豆粉 以前就會在淘寶買 今次出開尖沙咀就在尖沙咀買 看看這包又多錢 哦 18元而已 那就不要去淘寶 不用在淘寶買了 出開尖沙咀就在尖沙咀買 這一包是葫蘆巴紙 是一些香料來的 不敢肯定它有沒有炒過 我是想買它來種芽菜的 這一包是42.5元 將來用到這包葫蘆巴紙 再詳細跟大家講解它的好處 或者是營養成份 這包黑芝麻 純粹是貪得意 試一下印度芝麻會不會是香的 8元 幾重 100克 這兩樣是在另外一間買的 這個是椰棗 很甜的 可以用來煲湯 或者是這樣吃都可以 30元這盒椰棗 這一個就是印度的黑鹽 又是說抗物質很豐富 我買這隻黑鹽的原因 就是它會有些蛋的味 如果用來煮牛油果 那感覺真的好像在吃蛋一樣 等我遲些試了 再跟大家分享 這樣 這麼大隻韓文 就肯定不會是在 重慶大廈買的 出開尖沙咀 就去金巴利街 即是有個名叫韓國街 買了一點點東西 這些辣椒粉 試試看可不可以做到泡菜 還有這些是海帶 切碎了的海帶 今天就是買了這麼多東西 如果大家想看我關於 《奧寧手作》市集的資料 可以看我另外的一個頻道 《善貴的灑費日常》 連結寫在下面的說明欄 今天的分享是這麼多 遲些再見啦 拜拜